你 和好吧 好 真的 不过 我有个问题要问你 你想要问什么 你有没有一点点喜欢刘婷婷 一点点也算 这是当然了 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我什么时候跟你撒过谎 你喜欢她什么 婷婷 她就像是一个天使 世界上应该不会有人不喜欢她吧 那你为什么不和她在一起啊 她不是因为你吗 傻瓜 燕西啊 你是这个世界上唯独属于我的 我最最心爱的女人 你知道吗 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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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怎么会 怎么会睡在我的床上 你跟我没有发生什么事吧 不是 昨天晚上我明明一个人在喝酒 不对啊 那样的话她怎么会在这里呢 对了 我还记得昨天晚上 燕西她在门口等我的 燕西呢 昨天在门口的不是燕西 你说昨天晚上不是燕西 不是燕西 是我 不可能 不可能 我明明看到燕西的 而且 而且我还跟燕西说话了 可你说话的也是我 你说是你 那你为什么随便我胡来 为什么不反抗 为什么不狠狠地打我 阻止我呢 那我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该怎么办 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好 你别紧张 我不会怪你的 都是我心甘情愿的 现在的问题并不是这个 我知道 问题不就在燕西吗 对了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只要燕西不知道 那不就没问题了吗 有些问题你并不清楚 其实我跟燕西 一起结婚了 什么 是啊 其实我们两个已经结婚了 你骗人 你要结婚了 那一能不知道 结不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只要我们两个人同意 就可以办了 这件事情我们保密 没有跟任何人说 那别人当然不会知道了 你们俩隐婚了 是的 我们两个人隐婚了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金灵 你 你不要太激动 出去 你出去 知道了 我走 我走我现在就走 但是 你 你不要太激动啊 你 你冷静一点 你穿好衣服 我在外面等你 回来了 是 我回来了 何必 你怎么还这么冷冰冰的 现在这孩子拿这事不当事啊 太阳出来了 谁还记得月亮 又胡说 我 我觉得我的想法 已经表达得够清楚的了 你说清楚了 可我什么都没听见 他什么都不告诉我 那您是不是需要我对您再说一遍呢 好 那我就再说一遍 我何必 对于这次跟婷婷发生的意外 心里真的是感到非常抱歉 既然已经覆水难受 事情也已经发生了 无论怎样挽回不了 对婷婷还有其他因此而受到伤害的人 我何必真心地表示抱歉 如果可以补偿话 我一定会尽力 那 你可以娶婷婷啊 反正 反正我夫妻之时已经有了 何必哥哥已经结婚了 什么 是他 他结婚了 何谁呀 有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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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时候 是不是他们偷偷摸摸结的婚 你不得了 我得了 你不得了 你竟然知道了 你干吗还这么死心塌地的 婷婷也是最近才知道的 不是她傻 是你疯了 你明明知道婷婷喜欢你 你一个结了婚的人 你应该跟她保持距离 你可倒好 你非但不避嫌 你还跟她干出 昨天晚上那样的事情 你就不是明摆着占她便宜吗 不是 昨天晚上我确实喝得太多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我也记不醒来 早上醒来一看 事情就已经发生了 多好的借口 久后万幸 那久醒了 你可以不负责任了是吗 娜姐 不是我说你 你这个儿子真的有问题 这件事我不知道到罢了 可是我已经知道了 你说你这让我当妈的 准确地说 你让我这个当后妈的怎么办 如果我不管 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不在乎我的女儿 可是我在乎 不管怎么样 我都要替我女儿讨回公道 娜姐 今天有对不住的地方 请你体谅 你需要我怎样体谅 把我这个儿子拖出去 愚钝暴打 你解决了 你解决了 我不知道 反正 你看着办法 儿子 婚事结了 你老妈不同意 还不如趁早 把她离了 离了 再去婷婷 真的 我知道 我说话从来没有讲过 妈 这是我的回忆 我可不是家里养的 阿狗阿猫 你没有权利 随随便便地给我配对 正因为你不是家里的 阿狗阿猫 我就不允许你 跑到外面去乱配对 知道了 舍得对大姐 妈 我拜托你以后不要动不动 就把我跟燕西的事情扯出来 你只需要把眼前的事情解决好就行了 还有赵总 即便我跟燕西离了婚 我也绝对不会娶你们家的闺女的 我从一开始到现在 只把婷婷当成妹女 对她也从未有过非分之下 我的心永远不会改变 如果您真的是为了婷婷老婆 我劝你最好不要把她硬塞给你 难道我只是失误了一次 就要对她负责一辈子吗 婷婷 她跑出去只是想一个人静一下 你们不要还爱她 你倒是姨父 事不关己的态度 婷婷没事倒好 如果有事 我一定饶不了你 娜姐 今天就这样 我要去找婷婷 那我听过来不许 不必 你干的好事 这场大祸是因你而起 要不急的是我这个赤鱼 你妈是无辜的知道吗 你跟我 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 别再叫我妈 你怎么是有什么事 我主要是因为你 我怕死人 穴 你怎么会